中国简报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突发要文 根据新华社消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经表决 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免去一纲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潘工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第八号主席令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7月25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 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回忆与其秦刚合作 安排习近平出访的细节 中国外交部为什么令人恐惧 在中国官媒的尽头之外 秦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同行们站出来了 北京时间7月24日晚 前白俄罗斯外交官 现任职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的帕维尔·斯伦金 分享了2015年的时候 他和秦刚共事的经历 通过帕维尔·斯伦金的描述 你会发现 秦刚真的不是一般人 因为这里宾斯的工作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 即便你在体制内 熟悉所有台上台下的规则 重新提到2015年 习近平和彭丽然访问白俄罗斯 不过在帕维尔·斯伦金这份回忆中 主角并不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而是秦刚 透过帕维尔·斯伦金的视角 你会发现秦刚用一种疯狂的方式 在礼宾接待上讨好习近平 而这背后 秦刚罕见向同行帕维尔·斯伦金袒怒 这一切都是因为 几百号人在背后盯着秦刚 秦刚如果出了差错 他们就扑上来取代他 帕维尔·斯伦金在推特上说 关于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 突然失踪的传闻很多 当然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而我 帕维尔·斯伦金 将分享我对2015年 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过程中 和秦刚在相关会议和合作过程中的印象 作为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的 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秦刚当时率外交部李宾斯来到白俄罗斯 当时中国的外交部李宾斯给帕维尔·斯伦金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发现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他原话是 中国的李宾斯是一台雇佣了数百名外交官的庞大机器 而在当时白俄罗斯整个李宾部门有11人 帕维尔·斯伦金认为 正是因为白俄罗斯方面人手不足 像帕维尔·斯伦金这样的年轻外交官才有机会与秦刚和其他中国高层官员一起工作 当时习近平访问明斯克的准备工作在他抵达明斯克前几个月就开始了 中国外交官几乎每天都坚持来到白俄罗斯的外交部 尽管每次谈的李宾接待工作内容几乎相同 但这样的讨论了还是进行了好几十次 帕维尔·斯伦金举例说 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的李宾部门把接待的方面方面讨论了个遍 比如就像习近平的飞机降落时 白俄罗斯李宾部负责人是否应该上去迎接 这里中国外交部门的李宾斯是反对的 类似这样的讨论 日复一日就像电影《土拨属之日》里的情节一样 往往中白双方在深夜结束回忆 就所有的接待上的细微差别达成一致 但第二天中国的外交官员会再次要求会面 双方又要讨论同样的事 就这样日复一日 帕维尔·斯伦金坦言 要不是这样 双方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他观察到 当中国外交官不喜欢某件事时 他们会打电话给北京寻求指示 随后北京致电卢卡申科政府 当然 中国领导层的几乎任何突发奇想 都会立即成为新的安排 尽管白俄罗斯的李宾实践中 并没有国事访问 就是最尊贵的访问类型的概念 但中国外交官却这样称呼吸静庭的访问 中国大使馆甚至在明斯克各处 购买了数十幅巨幅广告横幅来进行宣传 当时 在来自中国的压力下 以及来自中国投资的诱惑下 明斯克做出让步 同样将此次访问称为国事访问 这还没完 帕维尔·斯伦金回忆 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 第一天的参观结束得很晚 第二天 习近平计划参观内国战争博物馆 当时 凌晨两点 秦刚决定再次检查博物馆 是否准备好迎接习近平的参观 帕维尔·斯伦金这里形容凌晨两点 用了好几个感叹号 在秦刚的要求下 帕维尔·斯伦金的同事 不得不叫醒了博物馆副馆长 并请他为中国外交部李宾斯 安排另一次检查博物馆 帕维尔·斯伦金回忆当天凌晨的细节 评价是非常超现实 当时 中国外交官走上博物馆的楼梯 数着台阶问道 庄严肃怒的音乐什么时候响起 习主席此时将采取什么步骤 会是这个吗 还是那个 你确定吗 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帕维尔·斯伦金满脑子都是困疑 就随便指了一个随机的台阶 这也意味着 白天音乐会在完全不同的时刻响起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帕维尔·斯伦金和秦刚 秦刚在中国人在明斯克修建的饭店 北京饭店吃早饭 这里主要是为了接待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型代表团 帕维尔·斯伦金发现 秦刚英语很流利 更让帕维尔·斯伦金惊讶的是 秦刚他的下属害怕秦刚的程度 当时他们简要讨论了当天的访问和计划 讨论的时候 秦刚正在吃传统的中国汤面 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声 帕维尔·斯伦金连用好几个非常 最终 习近平飞回北京时 帕维尔·斯伦金找到一位中国外交官 这名中国外交官是秦刚下属 帕维尔·斯伦金问这名中国外交官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这几个月关于同一件事的无用谈判 还有大半夜在博物馆玩这个算一月彩点的算术游戏 也许是几个月来 这名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对帕维尔·斯伦金完全诚实 他说 有几百人在我身后 亏是我的职位 所以 如果我不这样做 其他人就会这么做 你看看 外交部里 一个秦刚的下属的职位 都内卷成这样 秦刚所在的外交部部长的职位 内卷成啥样 只能让更残酷的程度推测 一位中国外交分析人士 对今日华尔街频道透露 很多国家最痛恨的中国政府部门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 因为他们事无巨细 在两国外交事务上 把他国的外交部门折腾得非常疲惫 正如上面帕维尔·斯伦金的回忆所反映的 中国外交部是按照分秒计算习近平的行程 每次中国领导人出访 也都是中国外交部最亢奋的时候 因为出访意味着外交部获得大量经费的机会 获得出风头的机会 获得和领导人合影的机会 华尔街电视 中国对既往韩国的可疑包裹展开调查 南华早报 中国当局正在调查有关可疑国际包裹 从中国随机发送至韩国的报道 韩国警方已收到2100多份可疑包裹报告 其中一些可能含有危险物质 调查显示与恐怖主义无关 也没有发现有毒物质 韩国政府正在与国际刑警组织等海外机构 合作开展联合调查 据推测 这些包裹可能是中国网上商城刷单骗局的一部分 随即发送包裹以操纵业绩或产生虚假好评 类似的涉及神秘包裹的事件过去也曾发生过 比如2020年 从中国向美国和加拿大寄送神秘种子的事件 台湾因台风暂停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英国广播公司 台湾取消了部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为台风多克苏里的潜在影响做准备 立即这将是4年来袭击台湾的最强台风 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于周一开始 该演习旨在测试台湾在遭受中国攻击时的防御能力 但目前尚不清楚演习的其余部分是否会受到干扰 台风预计将于周三和周四袭击台湾 并发布强风和大雨警告 在菲律宾随着多克苏里的临近 北部卡加严省的学校和办公室已经关闭 中国第二大芯片制造商高溢价发行上海股票 南华早报 中国第二大半导体制造商华红半导体 正在以较香港股票价格大幅溢价出售其上海股票 以为其扩张计划筹集资金 该公司将在上海以每股52元7.23美元的价格出售最多4.08亿股股票 较其香港股票溢价约120% 预计筹集资金总额为212亿元人民币30亿美元 成为今年中国A股市场最大的IPO 此次发行得到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和国新控股等中国国家投资者的认可 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提高其无锡金元贷工厂的产能 并扩大其生产能力 中国学校倒塌 齐齐哈尔官员为致命的屋顶倒塌道歉 南华早报 中国齐齐哈尔市官员为导致11人死亡的学校体育馆倒塌事故致歉 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市长陈宏宇 对此次因建筑材料储存不足造成的悲剧表示歉意 初步调查发现 体育馆屋顶非法存放珍珠岩这种高吸水性建筑材料 导致建筑物倒塌 市政府已拘留相关建筑公司相关人员 并成立调查组 中国经济增长令人失望后 北京的工具箱里有什么? 南华早报 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令人失望 同比增长6.3% 但环比增速从第一季度的2.2%大幅放缓至第二季度的0.8%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疫情后复苏任性的担忧 出口前景黯淡 房地产行业仍然拖累经济 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困境 6月份年轻人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私营部门信心不足 2023年上半年 私人投资下降0.2% 而国有企业投资增长8.1% 中国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重的开发商 2021年和2022年损失了810亿美元 中国承诺提供更多支持以推动曲折的经济复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最高领导层承诺支持国内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并刺激国内消费 以刺激经济增长 中共政治局的保证提振了中国相关公司的股价 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价 碧桂园 龙湖集团 和龙创中国控股的股价均大幅上涨 该消息推动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前300只股票指数上涨2.6% 上周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复苏失去动力 中国国有银行预计将抛售美元以支撑人民币消息人士 路透社 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一直在抛售美元购买人民币 以支持人民币 此前 中国最高领导人承诺加大对经济的政策支持 重点是提振内需并暗示将采取更多刺激措施 政策制定者还表示 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活跃资本市场 分析人士认为 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成为未来政策重点 中国货币当局最近加大力度捍卫疲软的货币 包括放宽借贷规则 以及设定比市场预测更坚挺的每日指导利率终点 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超过0.6% 至每美元7.1411的高位 而离岸人民币也大幅上涨 TikTok通过纯纹本帖子挑战X和Threads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拥有的视频流应用程序TikTok宣布 现在将提供纯文本帖子 让用户可以选择发布照片 视频或文本 该平台的目标是通过允许用户使用声音 位置或视频反应来自定义文本帖子 从而使文本帖子与视频或照片帖子一样动态和互动 此举正值社交媒体巨头之间的竞争加剧之际 TikTok最近向Spotify和Apple Music等竞争对手 推出了音乐流媒体服务 其他社交媒体公司 例如Meta和埃隆马斯克重新命名的Twitter平台 也一直在推出新功能和品牌重塑工作 研究显示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 热浪每五年就会袭击中国一次 南华早报 根据世界天气归因学术倡议 除非减少碳排放 否则袭击北美、欧洲和中国的热浪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 研究发现 气候变化使中国遭遇热浪的可能性增加了50倍 而此前250年才发生一次 此外 欧洲和北美的严重高温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WWA表示 现在北美可能每15年发生一次热浪 南欧每10年发生一次热浪 中国每5年发生一次热浪 政治局暗示放松限制措施 中国房地产股飙升 南华早报 随着高层政策制定者的言论发生转变 主要城市的房地产购买限制有望放松 中国房地产股上涨 周二上午 中国内地房地产股上涨4.2% 而沪深300指数上涨2.5% 在香港 龙湖集团股价飙升21% 中国海外发展则上涨11% 政策制定者表示 自2016年以来实施的紧缩措施可能会重新调整 并考虑降低首付比例 不过高盛表示将出台货币财政房地产和消费等综合支持措施 与中国决裂的理由 外交事务 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称 美国必须中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以保护自身利益和民主价值观 文章认为 中国的国家控制经济和威权领导颠覆了美国的投资供应链和制度 北京利用全球一体化来增强其权力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文章建议 美国必须停止试图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而因迅速走向离婚 采取措施阻挠和阻碍中美一体化市场的运行 这包括禁止资本流动 技术转让和经济伙伴关系 以及终止合资企业和研究伙伴关系 文章建议 美国还应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应该投资于建设国内能力并制定强有力的产业政策 并采取行动维护对美国民主至关重要的机构 并防止中国的宣传 文章的结论是 与中国强硬决裂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还应该寻求与愿意做出类似承诺的盟国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 大多数EB5申请被DHS拒绝 移民研究中心 为投资美国项目的外国投资者提供签证的EB5移民投资者计划的拒绝率很高 2021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 其申请被国土安全部拒绝了53% 这明显高于其他政府计划的平均拒绝率 该计划从中断中恢复过来的速度很慢 并面临争议 包括资金被盗的案件 该计划还因使人脉广泛的个人受益 以及未能按预期有效针对贫困地区而受到批评 美国出生的NBA球星台尔 安德森将代表中国队出战篮球世界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篮球运动员台尔 安德森已获得中国国籍 并将代表中国队参加下个月的国际篮链世界杯 他是中国第一位规划篮球运动员 被认为是国家队名单中的重要补充 目前尚不清楚安德森是否必须在此过程中放弃美国护照 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国此前已通过规划引进了优秀运动员 其中包括自由式滑雪明星谷爱玲和气象全能运动员尼娜·舒尔茨 中国财富管理机构警告经济疲软将挤压客户资产 日今亚洲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停滞 中国的财富管理机构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 导致富人的资产值萎缩 洛亚控股的目标客户是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客户 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大陆投资者实现海外持股多元化 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复苏缓慢 引发了人们对海外机会的兴趣 对中国科技和教育行业的监管打压也影响了富人的资产 导致财富管理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中国必须放弃意识形态歧视以确保私营部门的发展 南华早报 中国政府发布了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的31条行动计划 承认私营部门在促进工业现代化中的作用 并承诺将私营部门建设做大、做优、做强 然而,由于政府对安全和控制的关注 人们对北京是否认真致力于允许私营部门发展表示怀疑 尽管中国的私营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做出了贡献 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二等并面临歧视 SHAIN发布美国游说报告 南华早报 根据其首次此类注册备案 在线服装零售商SHAIN在2022年第二季度已花费60万美元在美国进行游说 此次支出是在立法者质疑该公司在中国的劳工实践之后进行的 今年5月 由两达美国两党代表组成的小组 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停止SHAIN潜在的首次公开募股 直到该公司证实其不使用强迫劳动或违反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与防法 SHAIN否认使用强迫劳动 并计划今年在美国上市 报告称美国在快速卫星发射方面面临落后于中国的风险 南华早报 乔治成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发生冲突或事故时快速发射和更换卫星的能力 在这一关键能力上超过了美国 美国仅进行了一次这种能力的演示 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另一次演示 中国的进步是由可从移动平台发射的小型移动固体燃料火箭的开发推动的 这些火箭可以用卡车运输并从平坦开阔的区域发射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机构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3w.62brief.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7月25日 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 秦刚在中国精英政治世界中的崛起如流星般迅速 他超过了更有经验的候选人 于3月成为习近平的外交部长 然后突然消失 几乎没有任何解释 秦刚已经一个月位在公众视野中出现 分析师 外交官和官员们正在试图弄清他的缺席背后的原因 这可能会是美国努力恢复高级别接触的努力复杂化 并阻碍中国恢复外界对其经济的信心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表示 对其他国家来说 它为何消失并不真的重要 重要的是它已经消失 这阻碍了与中国的外交活动 他补充说 秦刚脱离公众视线的时间之长非常罕见 根据外交部网站的信息 秦刚最后一次公开会见 是在6月25日 该部门因为健康原因 为他在本月东南亚地区会议上的缺席进行了解释 秦刚的消失 这是政治习近平准备在11月的美国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上 与乔·拜登可能会面的时候 上个月秦刚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访华期间与他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会谈 北京已经表示 其他官员正在承担秦刚的职责 他的前任王毅是党的 技术中心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发生冲突或事故时 快速发射和更换卫星的能力 在这一关键能力上超过了美国 美国仅进行了一次这种能力的演示 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另一次演示 中国的进步是有可从移动平台发射的 小型移动固体燃料火箭的开发推动的 这些火箭可以用卡车运输 并从平坦、开阔的区域发射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机构、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3 www.6dubreath.com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7月25日 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 秦刚在中国精英政治世界中的崛起如流星般迅速 他超过了更有经验的候选人 于3月成为习近平的外交部长 然后突然消失 几乎没有任何解释 秦刚已经一个月未在公众视野中出现 分析师外交官和官员们正在试图弄清他的缺席背后的原因 这可能会是美国努力恢复高级别接触的努力复杂化 并阻碍中国恢复外界对其经济的信心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表示 对其他国家来说 他为何消失并不真的重要 重要的是他已经消失 这阻碍了与中国的外交活动 他补充说 秦刚脱离公众视线的时间之长非常罕见 根据外交部网站的信息 秦刚最后一次公开会见是在6月25日 该部门因为健康原因 为他在本月东南亚地区会议上的缺席进行了解释 秦刚的消失政治习近平准备在11月的 美国亚太经纪合作论坛上 与乔·拜登可能会面的时候 上个月秦刚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访华期间与他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会谈 北京已经表示 其他官员正在承担秦刚的职责 他的前任王毅是党的精英24人政治局成员 在最近几周他一直在与来访的外国代表进行会谈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专家邦尼·格莱瑟说 他的缺席不会长期影响美中关系 因为外交部长在中国体系中实施 而不是制定外交政策 但他说这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影响 他指出 布林肯在北京与秦刚会面时邀请他访问华盛顿 格莱瑟表示 显然 这在秦刚和时返回他的职位有更大的明确性之前是冰冻的 所以这就是美中关系受到影响的明显例子 他说 王毅只能做两个人的工作那么久 作为北京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的驻华盛顿大使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双边紧张时期 秦刚的日子很艰难 拜登政府对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他对稳定关系没有兴趣 虽然他偶尔会与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们会面 但他几乎没有与内阁秘书进行接触 而且在国会山建立联系也很困难 一位熟悉这件事的外交官表示 秦刚在华盛顿被封锁部分是为了报复美国大使到中国的尼克 伯恩斯没有获得接触的权利 他也被一些人称为习近平的狼战士 这是一个习惯于对同行们进行口头斥责的外交官团队 据秦刚在华盛顿接触的人士表示 该大使关注的是寻求在中国改善底线的商业团体 并访问了像爱荷华州这样对中国态度较软的美国州 美国官员通常直接与谢峰打交道 谢峰是北京的前美国事务高级官员 熟悉情况的人说 秦刚和谢峰不喜欢对方 尽管秦刚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但根据几位熟悉情况的人的说法 秦刚在北京的上级在与美国的交往中经常绕过秦刚 直接与谢峰讨论 据报道 他在2014年至2017年担任外交部李宾斯司长时 吸引了习近平的注意 秦刚缺席的时间之长非常不寻常 分析师认为 这可能意味着他的健康或政治地位有严重问题 这个系统基于这样的想法 集党总是强大的 当事情不对劲时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Sersius Group的首席执行官 专门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咨询公司 亚利克斯佩耶特说 秦刚定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 那里培养了情报官员和外交官 多位中国官员和外交官员表示 该学校隶属于中国强大的间谍机构 国家安全部 在他海外任职之前 他在伦敦工作了大约十年 他曾在美联社担任新闻助手 据认识他的记者们称 和那个时候的大多数新闻助手一样 他被内务局指派了这项工作 内务局接受国家安全部的指示 秦刚参加了每周的会议 新闻助手们在会议上 分享了他们的媒体雇主的情报 并接到了影响他们工作的指示 秦刚的命运未知 信息封锁引发了北京的疯狂传言 涉及从慢性疾病和婚姻问题 到官方调查的各种可能性 耶鲁法学院研究员 关注中国议会的网站NPC观察者的创始人魏昌浩指出 他的行踪的细节可能在周二晚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人的紧急会议上变得明朗 即使秦刚毫发无损地返回 他的缺席的处理方式 也引发了关于在政府关键时刻的透明度的问题 再来为您带来华尔街电视独家分析 秦刚的身世与秦丽真什么关系 傅小田是秦峰介绍给秦刚的 关于秦刚的身世 刚刚过去的周末 有两张截图 在中文互联网上传播 有一则声明 秦晓英对前面的说法的声明 满口地胡说八道 用一个一个不着编辑的谣言 搞了一个离奇的串串烧 小丽 我郑重地告诉你 秦刚和坊间所传之事 与我家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关系 更无亲属去人关系 崔青生是谁 我们可以起诉他 署名是秦晓英 这则声明 或许也是对应的前段时间 华尔街电视 今日华尔街的视频里 也分析过的一则传言 就是秦刚的绅士 秦刚的爷爷是秦立真 秦立真 曾是刘少奇的秘书 后派到国外做大使 其实 早在2018年 就有香港媒体 香港零妖 在报道秦刚 当时在52岁成最年轻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点出秦刚出身外交世家 试图看好 文章中更是提到 秦刚出身外交世家 其祖父秦立真 及姑姑秦晓梅本身 也曾担任中国外交官 其姑丈更是前外长李兆兴 03 秦晓英就是回击这个说法 秦立真是河北人 算是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家 两度出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曾任刘少奇主席秘书 先后出任挪威 赞比亚 瑞典和新西兰大使 2015年 曾有一本书秦立真 从抗战老兵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出版 介绍秦立真的一生 作者是李兆兴和秦晓梅 而秦晓梅就是秦立真的子女之一 秦立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 一个叫秦晓浩 一个叫秦晓英 女儿叫秦晓小梅 三个子女中 名气最大的是秦晓英 秦晓英 1948年9月生 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 现为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 享受中国国家及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任助理研究员 副编审编辑部主任 分党组成员 1985年调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 任办公室副主任 处级调银员 1987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 党建总编室主任 中华英列副总编 1994年调国有资产管理局任宣交中心主任 后任中国资产新闻报总编辑 1997年4月任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秦晓英的女儿 可能名气更大一些 秦晓英的女儿秦峰 是著名的时政记者、主持人 现供职于香港卫视 秦峰之前在凤凰卫视 2012年2月 离职凤凰卫视 出任香港卫视新闻采访总监 关于秦峰 最有名的 恐怕就是2012年中国两会 秦峰抓着自己的辜负李兆新追问的事件 2012年3月 中共两会 秦峰身为香港卫视新闻采访总监兼时政记者 他利用与李兆新的亲戚关系 向李兆新提问 香港都已经实行直选 为什么大陆不实行直选 李兆新略显忧郁达不上来 秦还一把揪住李兆新的西装前巾 继续追问 同是中国 台湾、澳门、香港都已直选 大陆凭什么不直选 李健是侄女在作状演戏抢风头 他也无法回答此问题 只能对着秦善笑 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在2012年 秦峰还在其新浪微博降纲外的秦峰上发表言论 他说 骆家辉这个香蕉人 他的白心 还有疑问吗 记得去年他来之前 很多舆论对他抱有大大的期待 看看如今的表现 他还接着说 在别人国土上 我当然知道使馆视为美领土 可他老实 在使馆呆住了吗 一个外交官挑拨住在国内斗 这是什么行为啊 有没有外交规定 类似公开干涉内政的外交官可以驱逐 此一惊天言论出现 立即遭到网友一片围剿踏罚 秦峰和他辜负 可能是一个比一个高调 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对西方社会 也一向以不假词色的风格文明 他以一句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名言轰动一时 更在三月两会记者会上 引述西伯来古语人类一思考 上帝便发笑 调侃西方记者追问中国增加军事费用 一位中国政界观察人士对华尔街电视说 江湖有人传言是秦峰把傅小田介绍给秦刚 说秦刚是秦立真的孙子 这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传言 有的人更荒唐 说傅小田是彭真的孙女 因为彭真姓傅 元明傅茂公 甚至还有人说傅小田的爷爷是人大委员长 这种说法更加荒谬 关于傅小田的爷爷 来自西南农学院的说法 更为可信 西南农学院就是袁隆平毕业的那学校 现在这个学校叫西南大学 傅小田和彭真没关系 有评论认为傅小田的爷爷是南下干部 在西南农学院像这样的处级南下干部很多 并非是位高权重的人物 有人提到傅小田是土生土长重庆人 直到2002年才离开重庆去北京上大学 傅小田当时在重庆住的是七八户连城台的老平房 没有卫生间和厨房的那种老平房 另有中国政界观察人士补充 但若真要说高调 可能秦峰还不比自己姑母 秦立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一个秦小英 一个秦小浩 女儿秦小梅 秦小梅 毕业于北京大学系语系 曾任中国外交家协会会长 现任中国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 她的丈夫是李肇星 据说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是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秦小梅不图虚荣 她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她就是看中了同窗五年的李肇星的人品和才干 李肇星在大学时担任班长 年龄比同学都小 但却像一个老大哥 关照每一个同学 考试前复习 大家时间都非常紧张 李肇星却舍得花大量的时间帮助班里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 中国官媒说 李肇星待人真诚 宽容谦和 处处为别人着想 深受同学爱戴 婚后李肇星和秦小梅玉有一子 李和和 出生于1978年8月21日 是李肇星与秦小梅之子 2001年 李和和以全年级第一的名次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2004年 成绩优异的她又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录取 并获得双学位 2009年1月8日 李和和和成婚 新扬颜金金是著名歌唱家颜维文的女儿 但这场婚礼 却搞了个大新闻 当时报道称 颜维文千金颜金金2008年12月28日出阁 与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公子李和和 在北京王府井一家白金五星级酒店举行盛大的婚礼 据悉 婚宴每桌消费定价约合人民币8880元 总共约30桌左右 有政界 文化界诸多人士参加 秦小梅被认为办了场很张扬的婚礼 而受到很多批评 后来李肇星这个外交部长任期没到就下台了 在2007年突然被胡锦涛免职 另一位中国观察人士认为有两大原因 一个是因为公共情人李威 李肇星出现在李肇星出现在公共情人日记中 被称为外交部长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小梅的高调插手外交事务 以及高调给儿子办婚礼 除了秦小英和秦小梅 秦丽真的另一个子女 秦小浩倒不怎么出名 关于秦刚的出处有一点确定 秦刚毕业于天津市第20中学 天津市第20中学是首批市级重点中学 天津市市范姓高级中学 前身由天津私立浙江中学和金华女子中学合并而成 1952年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接办 所以定名为天津市第20中学 2012年在教育局布局调整中江湖北路2号 人21中校舍化归20中学 双0中学迁入秦刚有一名校友 提前生是个人物河南人 1998年担任天津市外经贸委主任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大家一听这个嗓子已经完全是干涸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夜没有睡觉 一夜没有睡觉 当然不是等大新闻 因为别的身体的原因 但是刚刚过去这几个小时 的确是出了一个让我们觉得终于是石头落地的新闻 秦刚外长职位被接替 而接替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现在外事工作办的主任王毅 那么如果大家回看华尔街论坛此前的报道 可能会看到其实在两天之前 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表示 在七月二十五号这一天 最早就可以公布秦刚被免职的结果 而在上周四的时候呢 我们也向大家率先披露王毅代理有关外长的职务 那么呢 当然了 有关于外长的这个人选 实际上到最后一刻传言纷纷 至少有几个人 刘海星 宋涛 刘建超 马朝旭等等等等 那么今天呢 终于是石头落地 王毅继续接任外长 当然了 有关于王毅接任外长是长期接任还是过渡性的接任 外界呢也有不同的理解 那我们首先啊 先请何明先生来谈一谈 现在啊 秦刚被免职 王毅接外长 而且这个时机啊 基本上与您之前所预计的是一致的 这一次消息出来 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惊讶 我觉得就是证明了我们的基本的分析的方式 大体上是妥当的啊 其实呢 有一些情况 我们跟网友是一起在成长 或者说我们一起在观察 我们不是说我们实行就知道什么消息 再开始啊 这个秦刚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他是准备开会 对吧 后来我们也相信他可能是生病 因为这个没必要撒谎 后来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们就发现这个里面有异样 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些访问 然后进行交叉印证 我们最后面得出了 这个秦刚是被调查 傅晓婷是被调查 而且得出了这个王毅来代理部长 那么王毅来代理部长 我们等一下在思想宣传报 再跟大家讨论 王毅是短期的 过度的代理部长 还是比较长期的 这两种可能性 哪种可能性大 当然要通过未来来印证 但是呢我们可以展现一下 我们的分析的方式 昨天呢 其实我跟李吉博士在讨论 跟小阳在讨论就是说 尤其跟李吉博士说 我们就是说用什么方式来推论 是25号 原因很简单 就是昨天的中国的新华社 公布出来的消息 就是说了 会议只有一天 而之前呢 已经开了这个人大常委会议 会议 按照道理讲 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会期 但是这个会期里面有两个事项 一个事项呢 就是一个议案 那么这个议案呢 我们首先看看有没有紧迫性 如果有紧迫性 那就说明了这个议案可能是比较重心 第二个我们看人事的任免 有没有紧迫性 比如说 人民银行的行长 是不是必须马上任命 财政部长是不是马上要任命 只是相比之下 再拖一个月两个月都 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只有一个事情非常紧急 就是外长 外长是因为呢 跟全世界打交道 而且今年 卫视互动 尤其是涉及到最高领导人的卫视活动 至少有三起 至少有三起 现在有 有这个南非的 军装五国的元首首老会议 有这个在新代理召开的 这个 G20会议 有11月份可能参加的 亚太集合会议 这几个会议啊 必须要 这个外交部长出席 与其他人的代理啊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呢 就是秦岗这个事情 在西方看起来不可理喻 但是中国来讲 这种官僚 长期失去联络 可以说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但是秦岗的这个出现 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他必须有紧急事情来办 那现在让王爷来代替呢 实际上是采取的 非常保守的文童的做法 为未来做任何一种选择 都提供了一个弹性的空间 但是王爷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不喜欢的 你都知道啊 王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世界来讲 大家都比较顺理成章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做法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这一次的处理是比较 比较有意思的 不是由纪委来宣布 对他进行调查 而是通过人大 来宣布免除他的这个职务 而且还保留了国务委员 等下我们可能有一个 章节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之前我跟大家一起讲的 这是我们分析 或者是掌握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局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我们可能在这里面判断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 对大家可能有一些帮助 有一些参考 好 谢谢这个何明先生 那么有关于秦刚这样一件事情 整个这个舆论层面 实际上在之前和之后 也有几点为大家提醒关注 首先呢 是来自中国网络平台的一些内部的雇员 那么其实呢 在今天新闻联播之前 就接到通知 要为重大舆论事件做准备 那么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这个言论审查部门 在每次遇到舆情危机事件的时候 往往都会加班加点的工作 这一次果然是特大舆情事件 另外呀 我们也说 说每一次中国出了大事 总有一个人 要和这些大事同台出现 他是谁呢 就是吴亦凡 这个呢 用吴亦凡出来 来挡一挡中国舆论的波兰 那么这一次 果然也是吴亦凡二审瞬机开庭 涉嫌聚众淫乱等多项罪名 秦刚外长事情实在太大 吴亦凡一个人挡不住舆论波涛汹涌 怎么办呢 再来一个周江勇 周江勇一审判处死缓 周江勇一审判处死缓是清爱之重 那当然已经是最重的了 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 好像只有一个人被被被被取决嘛 判死死刑立即执行嘛 其他都是都是审核执行 不是立即执行 就是说执行了死刑 那其他人基本上是死缓 死缓就是终身监禁嘛 按照的经验来讲 要是之前早就被被被被取决了 现在看样子是经济犯罪 除非除非 所以万不得已 一般都不会真正执行 但是周江勇的情况 这种数字也是高重的 好像1.1吧 1.8亿啊 对 另外啊大家也特别注意到 秦刚之事啊 在这一次啊 舆论发酵 之在在落地之前 实际上舆论是给了一定的发酵空间的 有一些人呢 通过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叫做比较奇虚的 可以谈到秦刚甚至谈到他与某个女主持人的传闻等等等等 反而是秦刚被免职了之后 这个话题直接在微微博上被封杀掉了 如果你搜索秦刚被免除外交部长职务 现在微博上已经显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该话题无法显示 这也是比较有趣的一点 另外呀 也有这个西方的观察者特别注意到 在第一时间中国外交部就删除了所有秦刚有关的报道 哎 是不是因为每一次部长换人有关于部长的报道都要删除呢 还真的不是这样 大家一查外交部的网站就发现 王毅在部长时期的部长活动报道 杨洁篪此前的报道都没有删除 因此啊 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操作 是不是意味着秦刚的麻烦 可能不仅仅是免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稍后呢我们再为大家聊这个话题